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在这个秋高去爽的时候 我们给君子兰浇水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工作 在养护的时候有时候花油不小心浇都水了 那么怎么办呢?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三招就能解决 第一招就是通风 我们给君子兰浇都水了就一定要加强通风 这样的话才能促进盆内的水分蒸发 而且保证空气流通 一是为了促进空气流通 二是能够增强土壤的氧气含量 其株的根式不会因缺氧而腐烂 要是我们所在的环境条件不通风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扇子把它吹一下 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第二招就是在盆土表面铺杀 操作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撒入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能吸收掉多余的水分之后 等到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把上面这一层沙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脱盆 如果我们给它浇的水分太过多 太过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把橘珠还有这个花土 一起把它取出来 把根式上的土清理一下 再看上有没有根式腐烂的 有的话我们就顺便把它剪除干净 修剪之后再进行把这个土壤消毒过 用这个带生猛心把它撒到土壤里面进行杀菌消毒 这样的话这个土壤呢 我们又可以重新给它使用 但是呢这个土壤一定要把它晾干 我们再重新给它栽种起来就行了 栽种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忘记来给它放入一点底肥 因为菌子蓝它是一种使肥的植物 这种养分呢是经过风干腐朔好的 就不用担心它会在盆土里面再次发酵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